欢迎来到主任牧师的话 今天我们有Pastor Amos在我们当中 也有Pastor Ezekiel的门徒Terence在我们当中 他是牧师还有Pastor Amos的Next Gen 在刚过去的父亲节 Pastor Amos分享了一个信息 然后就讲到说他像太太还有像女儿认错还有悔改 就好像那个彩虹安树 磨皮 一层又一层 又痛又真实 这个信息很多小组听了过后 都有很大的回应 而且是很多人都有很多的心觉 所以这个是很感人的事情 如果我们是从孩子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父亲 很多时候我们父亲不在世上 或者是现在的父亲还是非常懦弱 退缩 或者是很顽梗 或者是扭曲他们的形象 是没有父亲的形象 他对我们还是用他们老我 这个很暴力 是很粗鲁 或者是很虐待我们的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还在想 我怎样来劳死我父亲 怎样来接纳我父亲 当我父亲去世的时候 他还没有跟我有一个的修复和道歉 所以我带着这样的一个伤害 因为他对我是非常的凶 非常的严格的 来教导我 所以当我长大的时候 我知道我有一天 来到一个天父的爱的一个特会 我就有一个心觉 我就有一个的被医治 当我写一封信给我爸爸 我跟他说 父亲 我想念你 我知道你现在在天父爸爸的那一边 我爱你 我接纳你 我也原谅你 我释放你 在我的一个饶恕的自由里面 那我就完全得到这样的一个释放 等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突破 所以我就领受到一个天父的爱在我的里面 然后我可以重新地来去 跟我身边的人和好 修复 一个一个跟我的太太 跟我的孩子的修复关系 非常认同巴士们所说的 而且刚才巴士们分享确实是很感动到我 其实在这次的父亲节 我也是有很深的反省 我讲到说我不懂得做父亲之外 其实原来我也不懂得怎样做肉身的儿子 和做属灵儿子 两个方面很深的反省 第一个方面就是 我觉得自己是蛮事工倒向的 而且有情感阻塞 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记得在父亲节 我们就录了一个父亲节特辑 然后在里面我就有讲到说 我不懂得 我从圣经学习做父亲 然后就讲了很多的东西 其实从头到尾呢 也一句尊容我肉身的父亲 还有阿西门 属灵父亲的一句话都没有 因为那时候我们四个人 没有一个人讲一句话 所以我就发觉到 我原来是很事工倒向的 完全没有体会到爸爸的感觉 蛮自我的 所以后来就醒悟过后 就写一封道歉信息 就跟巴西门道歉 对 然后巴西门道歉看了过后的时候 当然他原谅我 为了表达我对他的爱意和歉意 我就亲手做了一个圆局机 然后就亲手送给他 祝他父亲节快乐 这个是一个 然后第二个我发觉到的心觉就是 我觉得有时候我是蛮虚假的 怎么说虚假呢 就是在过去的十多年 可能跟巴西门道歉相处了那么多 其实我常常也是会在台上尊荣巴西门道歉 或者是在我们组员的面前尊荣巴西门道歉 是的 可是我好像从来没有尊荣过我肉身的父亲 他是养育我长大的那一位 而且我还记得我的爸爸 虽然他是学历不高 可是他是一个外表温和里面很刚强的人 是一个很爱家庭很爱孩子的爸爸 我以前小的时候 因为当妈妈怀孕我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家里的经济很差 而且我是没有在一个计划里面怀孕的 所以那个时候妈妈就想说要把我剁掉 可是是爸爸坚持要把我留下来的 然后他发觉到在成长的过前 也是我记得跟妈妈那时候读高雷的时候 跟妈妈吵很大的家 吵到我要离家出走 我已经拿好行李离开家了 可是是爸爸追出来 然后用爱挽留回我 然后把我带回家 他就是这样子的爸爸 因为他是用行动来表达爱的 可是我没有尊容他 所以我觉得自己不会做儿子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心觉 这是非常深的心觉 我觉得如果你爸爸听到 他会很安慰 也会很说这是我的儿子 我是你爸爸 对 而且我发觉到就是 在上一次的分析特集我讲说 我是从圣经学习做爸爸 其实这句话是不大对的 因为其实我也是从Pastor Amos你的身上 还有我肉身爸爸的身上学习做父亲 是的 我也是很认同Pastor Elijah 刚才所分享的 然后我自己也是有很深的一个领悟 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 有父亲的孩子 所以说我的父亲是怎样 我是来自一个很普通的家庭 我父亲是一个不善于言语的 也不善于表达 他就是一个很内向的人 而且也很少跟我们分享 或者是跟我教导我 所以我觉得我的父亲 其实也不是一个 我理想中的完美的父亲 可是这次的父亲节 给我很大的一个决心就是 我是真的是一个有父亲的孩子 我还记得我们小准们有分享说 父亲做过什么事情是让我最感动的 我觉得我很难找到这一点 可是我却想到 其实父亲影响我最深的是什么 我发现我现在所能够从事的室内设计 或者是帮助别人去如何去创造他的梦想的家 或者是他所要的一个空间 是因我父亲而来的 我父亲虽然他没有什么学历 他也没有在这个建筑方面有任何的深造 可是他却能够安灯 自己去安冷气 自己去做这个的 风扇 风扇 还有这个的热水器 他都能够去把它做好 所以甚至马桶坏了 他也能够去修 敲手 是 他是一个很耐心的一个父亲 我从小就看到他做这些事情 可是我不觉得这个是一个优点 可是这个的父亲也让我很大的反省 我是因为看见父亲所做的 所以其实我是承接了我父亲这方面的优点 甚至帮助我成就我现在所能够做的这个行业 所以我很感谢神 让我在这个父亲界里面能够戴上这个儿子的眼镜 去看我的父亲 Terence常常是帮助我们这个教会里面的室内设计 还有设计方面的工程 他都是这一方面来帮助教会的 真的 我们是非常感恩有他在我们的身边 来跟我们一起来走过这种点点地地 在这次父亲节里面 我还更加看见我的属灵父亲 是如何着成全我们 帮助我们 我还记得我刚来GA的时候 我听护士说过一句话 很深地绕在我的心里面 他就说 我们下一代要愿意站在我们上一代的简单上面 因为这样子我们才 下一代才可以看到更远 更更阔的一个境界 我觉得这一个是我看见我的属灵父亲 他是Ezekiel如何站在他的父亲 他是Emma's的身上 我还记得我一次很深的就是我 那时候我还是在新加坡念书 然后就回到我的家乡创业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 我的属灵父亲有告诉过我很多 就是要如何得到灵里面的成长 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也是印证他这句话 所以我现在就回到来GA 回到来KL 然后有我的自己的家庭 你在这里创造了我的事业 我觉得这些都是我的属灵父亲 我的上一代如何的成全我 所以很感恩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教会 这样子的一个生命书的氛围在当中 是 这一次我的行结也是有 从我的属灵父亲那边领受得到 就是张莲牧师 他有说过他的属灵父亲 他以前的属灵父亲曾经是有一个伤害 对他来说是一个伤害 他这个属灵父亲有甚至到一个程度 叫他出来认那个不是他做错的事情去认 所以这个是一个从属灵父亲来的伤害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 他的自己肉身的父亲抛弃了他们 离开了他们 然后去了外国 当情形不好的时候 经济不好的时候 又回来香港 当他们回来香港的时候 就把他和他妈妈 从他们住的地方赶出去 叫这个房子让给他另外一个家庭 就是他的父亲带了另外一个家庭回来住 所以这个是从父亲来的伤害 但是这一次我觉得 他最大的教导就是他去原谅 他原谅这个属灵父亲带来的伤害 还有他的肉身的父亲所带来的伤害 还有接纳他的父亲 接纳了他 结纳了他 结果我觉得 神很大的祝福我的属灵父亲 张牧师 在各方面很大的祝福他 我觉得当我们跟上一代和好的时候 当我们跟我们肉身父亲和属灵父亲 重修一切的关系 我觉得神很大的一个祝福 会临到我们当中 我们看到张牧师真的是真儿子 虽然他之前的属灵父亲 还有他的肉身父亲 给他很大的伤害 可是最后他选择接纳还有饶恕 而且现在看到神很大的祝福他 还有祝福整个的六一一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学习到 原来我们的肉身父亲 还有属灵父亲 都不是个完美的人 可是我们要纪念他们 给我们的养育之恩 还有我们的成全我们 走到今天 所以我看到当我们愿意去饶恕和接纳 甚至去饶恕和接纳 我们已经不在世的父亲 带给我们的伤害的时候 神的祝福就领到 在我们的人际关系 在我们的夫妻关系 在我们的健康 在我们的经济 在各方面都可以看到祝福一直来 而且我们也有很多类似的见证 所以神非常好 而且也现在给了张牧师 一个很好的属灵父亲 就是周神祝牧师 非常地恩待他 所以我可以看到 他愿意做的这一步 神就必定大大赐福在各方面 所以我们也相信也会领到我们 阿们 所以原来做真的 只是会带来很大的祝福 所以今天我们主人牧师的话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愿神祝福大家 拜拜 拜拜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